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使我们在凡事上面因着圣灵的光照 我们可以被提醒 被改变 我们可以长进 以至于我们明白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主我们向你来求恩典 因为我们知道人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除非我们连接于基督 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改变是真实的 愿你深赐福以下的时间保守每一位 感谢主 这样请多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我要在这边告诉大家一下 如果你打开你的Zone的时候 先把视讯跟你的麦克风关掉 谢谢 我们在谈到有关于生命性格的改变 才是属灵的长进这个概念的时候 那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我拿保罗来做例子 保罗本身我们都觉得他是属灵的人 我过去也一直觉得他一开始信主以后 他就是一个完美 而且是一个主的使徒 而且写新约圣经 大概是三卷 有人讲希伯来书 可能是他写的不是他写的 等等等等 然后呢我们在这一边的里面 我们稍微了解一下 这个属灵的保罗 其实当他在面对他的性格 是一种屈侧型的性格 屈侧型的性格是事工导向的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你只要做完 对他来讲非常的重要 因此当在庞菲利亚第一次的旅行步道的时候 马可因为受不住 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去推断马可受不住呢 因为我们知道马可的家是马可楼 那那个地方竟然可以容纳将近120个人的一起聚会 然后或者说有非常多的人在他的楼上 那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大家族 他是一个相当在背景上面相当 就是说出生也好 或者说他的生活环境条件也好的一个成长的人 所以呢他中间就离开了 到庞菲利亚他就离开了以后 保罗在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 当他要去之前就跟巴拿巴起了冲突 以至于保罗就跟巴拿巴分开 那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 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每一个人的原生性格像保罗他是驱策型的 他其实就容易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因为他觉得阻碍他前进的每一件事情 他会用一种他本来是法利赛人 而且是在非常严谨的教法师底下受教长大的一个人 所以他很快就觉得马可不能用 他要继续前进 所以我们看见这种属原来性格的这个方面 是保罗的优点也是保罗的缺点 保罗的优点是他会继续前进 以至于我们看见使徒行传会一直记载的保罗的行程 是因为他是一个一直前进的人 但是保罗的缺点同样也是明显 因为保罗他就容易因为事工导向 所以他会认为不符合他条件的人 他就把他放一边 甚至是弃之不用 但是巴拿巴不是 巴拿巴是人和导向的人 人和导向就是他要去成全别人 要去安慰受伤的人 那这个是人和导向的人 人和导向好不好 非常的好 但是也有他的缺点 因为巴拿巴呢 他会跟彼得水火装甲 那如果我们来看一下耶稣 如果耶稣当彼得跟耶稣讲说 主啊万万不可 这事必不领导你 因为主跟他们讲他要上耶路撒冷受迫害 然后被钉死 然后三天死后复活 彼得马上拦阻耶稣 如果耶稣的性格是随和形的 他马上就会跟彼得讲 对对对你讲的对 我应该跟着你走 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的看法 但弟兄姐妹不是的 如果耶稣基督在当时那个性格 他讲说撒旦退我后边去 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 不体贴神的意思 我们从这个方面来看 我们的主很像是那曲策型的人 可是我们的主又对彼得说 彼得彼得 撒旦要塞你像塞麦子一样 但你放心 我已经为你祈求 你回头的时候要兼顾你的弟兄 你知道这一方面 是随和形的性格的讲法 所以我才会跟弟兄姐妹说 我们如果用我们自己 生命性格的方向 去看我们事工的发展 我们比较容易在一件事情的里面 可能看这个方向 东的方向 或者看西的方向 如果看东的方向 我们来看保罗拒绝马可的 这件事情上面 对于他的事工 他会有进展的 因为如果你的事工 常常旁边有人拖着你 而且一直耍提气 一直不合作 其实你会很难做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事工导向的人 自自然然的就把这个人踢在旁边 所以我们看见是这样 但是随和形的人 他就会讲说 你把他踢在旁边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接纳他 包容他 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人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生命原性格的方向 其实他已经取决 就会决定着 我们怎么做那件事情 但是今天我们讲的属灵掌进 乃是透过圣经的真理 圣灵的带领 以及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的智慧 我之所以这样告诉大家的原因 是因为 我不能够说我今天讲完了 每一个人得到同样的信息 不是的 其实我们弟兄姐妹 你现在在你的状态里头 来吸收今天的真理的时候 其实你只会吸收一部分 而且那一部分是你 你现在生命性格中间 最需要的那一部分 所以神提醒你 跟提醒他是不一样的 我这样讲 就会告诉大家 每一个人的掌进 他不是可以比较的 每一个人领受 一篇大家都听同一篇讲到 或者圣经经文的解释 其实每一个人得到的那一部分 是不一样的 那在这个不一样的中间 那个不一样的真理的解释 被圣灵带进我们心里的时候 是我这个人 从我的原状态里头 靠着圣灵 以及圣经的引导 我才会逐渐逐渐的 脱去我原有的部分 就像保罗 他对提莫泰说 把马可带来 因为他在属灵的世上 与我有益 弟兄姐妹 这不是一个 去侧型的人他会做的 我们弟兄姐妹 看见保罗好像在这个时候 他有了巴拿巴那种 随和型包容人 体贴人的那个性格 可是请注意 这已经是三十几年以后的保罗了 他不是当时 所以三十几年以后的保罗 这三十 将近三十年的经历 保罗才逐渐逐渐 因基督 因圣灵 因他的领受 他的整个生命的改变的方向 才朝这一方面 但保罗并不失去 他那种趋策型的积极进取 事工导向的性格 并不失去 因为他继续前进 所以我在这边要跟弟兄姐妹讲 我们一定要把这种 生命性格改变才是属灵的长进 这个概念一定要放进我们里面 就说第一个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性格的特质 我们都有的 那个特质在某一个事件上面是对的 就像耶稣责备彼得 撒旦退往后面去 但是有时候那个性格 放在另外一个地方 可能是错的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一种性格他就可以 在神的面前就完整了 不会的 我们一定是在我们性格里面 缺少另外一部分 而那一部分是神要带领我们 所以一方面我们没有这样的性格 一方面我们又在圣灵的带领里面 补足了另外一方面的性格 那这时候这个性格才逐渐 逐渐的完整 那这样的观念如果建立起来 我们就要来看 今天我们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也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 其实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文字都明白 但是呢我们的问题是 圣经到底要告诉我什么 告诉你什么 告诉他什么 其实我必须跟弟兄姐妹说 不管你信主的年日多久 圣经一直在带领我们认识神的旨意 也就是说 对于我们的弟兄姐妹而言 圣经它会变成我们生命里面的道 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我刚刚说的 不管是听道也好 传道人讲道也好 查经聚会的领受也好 其实在这里面 整个圣灵要把圣经活化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 他都是要完成神的旨意 所以我为什么要告诉弟兄姐妹说 一定要认识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不是你想的 神今天让我处在某一个环境 在某一个位置 这就是神的旨意 不是 一点都不是 我昨天在跟我姐姐一起在分享 我姐姐是一个在中国做生意 她开公司的人 那我就跟她讲说 借你 你前一段时间 就说在 因为她大概热心爱主 就是大概这两三年的时间 她之前不是 她就是知道她是基督徒 但是她不是那么热心 然后我就问我姐一个观念 我说姐 我问你一个观念 就是你在过去不太热心的那段时间 你做了一些事情的处理 你引导公司是这样 今天你热心爱主了 你开始觉得你必须靠主了 请问你处理你公司的方式还一样吗 她听到愣到了 然后她跟我讲 一样啊 我后来跟她讲 应该不一样 我就开始跟她讲一些 我们这个人在处理 我们周遭事情的时候 那不是一个惯性 就是我过去怎么做 我现在怎么做 我将来还怎么做 不是这样的 它不是一个惯性的问题 它应该是一个被主调整的过程 所以我就跟我姐姐讲 我不知道神要怎么样带领你 我真的不知道 但有一件事情是我知道了 就是说当你在管理你的公司的时候 你每一次遇到 可能过去你经验 同样在处理的事情 但是我盼望你从现在开始 你就开始 每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要处理 记守 而且觉得难处理的时候 我希望你开始祷告 寻求主的智慧 在寻求主的智慧 而这个事情实在是有时间性 必须立即处理的时候 如果神没有给你答案 你就照着你原来的方式做 如果神给你答案 告诉你怎么做 请你 请你 就照着神 圣灵指示你的方向做 我说 可不可以这样去尝试 那我也在这边告诉弟兄姐妹 如果你我现在所处的环境 在了一个状态的里面 我们都用这样的想法去想 你我可能会经历 什么叫做神的旨意 那什么是神的旨意呢 我从上个礼拜 就是这几周 我一直在跟弟兄姐妹讲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照人 所以我一直跟弟兄姐妹 强调这一节 为什么 因为这一节有一点像父母亲 孩子还没有出生 然后父亲的母亲两个人商量 说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 将来要在什么环境 我希望他做什么 其实父母亲可能对孩子 有一些想法的 而这一节是人受造之前 一章二十六节 人受造之前 三而一真神 在面对他要创造的人的时候 他给我们的原则 而这个原则 我们要知道 他跟人不一样 人的原则会因为时间改变 很可能改变 但是我们的神 是 从开始到结束 他是习在 经在 以后永在 这个习在 原文叫习是 他过去是 经是 以后永是 所以我们如果把这样的观念 建立在神的决定上面 我们就知道 神的决定是永远不改变的 不是吗 所以我们所认识的神是 过去 如果他在创世之前 创立 或者说造人之前 我们的神 他做了这个决定 而且成为 对我们的旨意 我们的神 从开始 一直到 启示录 整个世界 这个结束的时候 我们要明白 这个旨意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千万不要讲 我嫁给你 我娶你是神的旨意 而已 不是的 那个过程的中间 跟神的旨意 中间的结连 它有一个导向 所以我们不要 把自己的现处 现在处的环境 当作是神的旨意 没有 神的旨意是要 我们学习 具备有神的形象 在亚当的时候 是没有问题 在今天的我们 有真理的 仁义和圣洁 也就是说 我在整个生命的学习里面 这个过程很重要 然后呢 学完了以后 我要去管理 神手所造的 我姐姐在管理公司 她在管理的时候 她需要有一个智慧 但是过去 她不是那么热心爱主 其实她也许信主 她有她的形象 她就说有一个规模 她生命有一个规模 可是等到她热心爱主的时候 她在面对她同样的公司 你知道她必须在属灵上 更成熟的来处理 公司现在的 面对的问题 或者即将面对将来 特别是 我们现在在这个疫情的里面 你会发现一个公司的经营 它的策略 它的模式 它的想法 可能跟过去 那个经验完全不同 弟兄姐妹 她要处理的时候 如果她可以 拥有神的形象和样式 也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她更成熟的来看她的公司 我相信 她会因为这生命 思想 以靠神的过程 改变的过程 以靠神而改变的过程 然后她手中管理的工作 会越来越美 兄姐妹 这是神的旨意 也就是说 今天神为什么要救你 难道救你是神的旨意吗 是 但是是神旨意的起头 不是整个神的旨意 神救你我 祂的整个旨意 是要使这个人 能够符合将来 能够我们的整个形象 样式 像耶稣基督 我们效法他 好 这是神的旨意吗 是 但不是目的 也就是我效法耶稣基督 不是目的 目的是什么 神造我们以后 说要管理 祂手所造的 所以我们整个效法 基督了以后 我们要问 我手中管理的工作 有没有被神扩展 如果没有 很对不起 我必须讲 你我在生命里面的状态 出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当一个人 他自认为他效法基督 而他在管理的状态上面 没有改变 举一个例子 你本来是会友 然后你觉得 开始要效法基督 你学习 可是如果这一辈子 你就做会友 你没有羡慕善功 你没有羡慕监督 做监督 没有羡慕 对不起 根本没有达到神的要求 为什么 因为神的要求是 当你我的生命 在长进的里头 我们应该去羡慕善功的 我们应该去做事情的 看见了没 我们当属灵的概念 错误了以后 哎呀 我就做个小弟兄 哎呀 我就做个小姐妹 哎呀 我就安安静静在那边 不造成教会的麻烦 就好了 我听到太多弟兄弟妹 在这样跟我讲 但是那是神的旨意吗 不是 从什么地方看见不是 从创世纪的约瑟 看见不是 约瑟 他到波迪法的家 他就要管理 波迪法的家 他到了监狱 就要管理监狱 他到了埃及 他就做宰相管理埃及 他的管理的范围 他管理的那种 那种任性 一直到他后来的成熟 为什么 整个创世纪停在约瑟 是因为约瑟完成了神的旨意 也就是说 当约瑟 站在那个世界 代表的王 代表法老王 他已经取代他了 来管理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知道 约瑟就称为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现在 稍微把神的荣耀 你到底是不是神的荣耀 这件事情概念要讲清楚 就是我拥有的 效法基督的形象和样式 也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然后 我去管理神手所造的 而这个管理 非常的完美 这两个一结合 从人来看 他的生命像基督 从神的旨意来看 他完美的管理 那这样子 这两个结合 我们就称为荣耀神 所以弟兄姐妹 如果这样子 我们很多的定义 我们才会清楚 好 当圣经这样讲了以后 我们一起来看这段圣经 在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 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也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你要知道这个管理 原来的意思 是你要去控制他 监管他 管理他 好 那你若不知道 这里面讲到的 就是说 你没有看见 你没有用你的眼睛 你没有用你的知觉 没有用你的检验 没有去察觉 如果是这样 圣经就讲 你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所以当一个人 对自己家 他没有知觉 没有查验 哎呀 有人跟我讲 哎呀 我的孩子以前多乖呀 怎么突然间变坏了呢 我必须讲 这里面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用眼睛 没有用你的知觉 没有去察觉 圣经上的定义就是 你根本没有管好自己的家 就变这样了 所以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这个时候 其实圣经上 其实就已经在告诉我们 我们不知道 照管自己的家 那在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的眼睛没有用 我们的知觉没有用 检验没有用的时候 怎么可能用这个状态 去管理神的家呢 去照管神的教会呢 当然照管是托管 不是指着你 像前面那个管理那两个字 好 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的概念清楚 我们就来看 今天圣经其实 今天我要带领大家来看 家的真理 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谈一谈 家 这个概念 今天我们在进入这个家的概念的时候 我要跟弟兄姐妹来谈 过去教会里面 连我自己都犯过这种错误 我们先把这个错误先修正回来 也就是说很多人觉得 所有的管理是从家开始的 所以有人甚至就会觉得 我们人的家庭 我们人的家庭 是神创造的中心 我必须跟你们说 我过去是这样的想法 但是 不是吗 答案是 不是的 好 因为我们的主 自己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的主说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路加福音二十章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 耶稣说 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娶 唯有算为配的那世界 与从十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娶 因为他们不能再使 和天使一样 既是复活的人就为神的儿子 好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我们看见这世界 其实这世界就告诉我们 今生今世 圣经怎么说 有娶有嫁 也就是我们今天 你我的婚姻在今生今世的时候 我们有娶有嫁 但是圣经说那世界 也就是永生永世 也是在永远的国度里面 这些人从十里复活 也不娶也不娶 也不娶也不嫁 所以这个复活的人怎么样 这复活的人 他圣经说 因为他们不能再死 所以我们今生今世 有娶有嫁 跟我们会死亡有关系 跟我们的后代延续有关系 所以圣经上在这里讲到 好 然后呢 我们既然不再死了 我们乃是跟天使一样 圣经说 我们这个人 这个复活的人 就成为神的儿子 好 所以等到人一复活了以后 请注意 地上的家就结束了 然后呢 天上的家 就开始了 也就是说 我们会有两个家 一个家是现今 我们今生今世在地上 有娶有嫁的家 这个家 但是将来到永恒里头 那里 我们跟我们的spouse 我们的配偶 不再是一个家 我们都是神的儿子 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 也就是地上的家结束了 天上的家开始了 所以整个 我们先把这个家的意义 先搞清楚 先要注意 整个家的这个概念 是天上 山衣 神的延伸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会在地上 有一个家 是因为 神要引导我们这些人 进到神家里的人 神家里的人 而这个家 早就在永恒存在了 什么地方看见呢 在约翰福音 17章24节 父啊 我在哪里 愿你所赐给我的人 也同我在那里 叫他们看见 你所赐给我的荣耀 因为创世已先 以前 你已经爱我了 我们这里面看见 创世以前怎么样 创世以前就是 约翰福音讲的 太初有道的太初 太初 也就是在没有世界 没有时间 之前 我们的三一神之间 有一个关系 他有一个关系 而那个关系是什么 那关系说 你已经爱我了 你已经爱我了 这也很重要 这里面提到 神的家 他的根源 是神 就是爱 对不对 因为神就是爱 因此 神设立这个家的概念 他的根源 是基于神自己 就是爱 因此 我们的主说 你已经爱我了 这代表说 在那永恒之中 父神爱子 子也爱父神 这个爱 这个关系 所以 因着这样的关系 我们的神 把这个家的观念 设立在地上 那 当耶和华 神在东方的伊甸 立了一个园子 所造的人 安置在那里 然后 第十五节 说耶和华将那人 安置在伊甸园 使他修理看守 我们曾经说过 这两个安置 中文看起来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请注意 原文告诉我们 它是两个 完全不同的字 在上面的那个安置 把所造的人 安置在那里 它原文的意思是 耶和华神 把他放在那个地方 所以是神 把他放在那个地方 可是底下这个安置 不是神放的 底下这个安置是 这个人 在神放在 他的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产生了一件事情 叫做安顿 休息 安静 导致放下 我们就很稀奇了 一个人要安顿 休息 导致放下 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修理看守 好 我盼望弟兄姐妹 现在要建立一个 整个圣经真理里面 告诉我们的概念 也就是说这个 可以导致他安顿 休息 安静 放下的这件事情 是因为 前面那个修理 叫做劳动 叫做服事 意思是说 你要身体劳动 你身体要取劳 你看见没 所以我们不论在 我们的环境 教会 家庭 我们的公司行号 学校 我们任何地方 我们在那个地方 我们必须劳动 我们必须服事别人 然后呢 要管理 看守就是管理负责 看见了没 一方面 我们做服事 劳动的事情 一方面 我们管理负责 其实这两件事情 修理 看守 这两件事情 在耶稣的身上 就清清楚楚 耶稣说 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书架 耶稣劳不劳动 服事 但耶稣管理的 十二个门徒 对不对 对不对 他说 为大的就要做仆人 为首的就做用人 你看见了没 劳动 服事跟管理负责 他并没有冲突 在圣经里面 一直没有冲突 然后耶稣就对我们讲 凡劳苦 担重担的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要使你们得安息 你知道我们有多少 弟兄姐妹 听到这个 要使我得安息 我就每一天安静 最好多睡觉 多休息 我们其实把整个观念弄错了 耶稣基督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以后耶稣基督来 成为那管理者 他带给我们一个榜样 就是他的整个安息 是他修理 他看守 我们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认识 刚才所读的真理 第一件事情 神为着人能够管理的学习 神就把我们排在那个 一个环境中 请注意 你我现在所处的环境 是神的安排 这个摆设 这个栽种 这个形成 都是我们的神 要我们学习 用着管 让我们可以成为那个管理 然后呢 为着这样的关系 什么样的状态 会使我们知道 我在那个状态里头 我学会了 其实就要问 生命中 有没有被一些事情捆绑 有没有导致放不下 睡不着觉 处理不完的问题 不管在教会 你做同工也好 在公司行好 你做老板也好 其实我们都发现 我们的生命出问题 也在这边 我们工作 那个责任越大 工作就越重 心态上就越劳累 因为劳累以后 常常就失眠 常常就放不下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那不是成长的过程 生命成长的过程 是当我发现 我没有办法放下 没有办法安静 我就知道一件事情 我必须回到基督的里头 去找答案 请弟兄姐妹注意 不是吃安眠药 不是吃那个忧郁 抗忧郁症的药 然后我安静了 我休息了 我脑子思想放慢了 其实那都不是圣经的答案 也就是说 今天在世界上面 所用的方法 都不是基督的方法 我们要导致于安静 就是耶稣讲的 凡劳苦丹重担了 什么意思 就是当你在做管理 你的家 你的教会 你所管理的事业 你所在的 结果我们觉得 劳苦重担了 它本来应该导致 我们休息的 我们休息不下去了 然后怎么办 然后耶稣说 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以后 你从主得到生命 就得到能力 然后再去管理你的家 管理教会 管理周遭 你应该管理的事情 而那个答案是应该 你我的生命里面充满着安静 充满着一种 可以放得下来的过程 所以人在上帝的安排 在我们的主安排中间 我们就明白 当我能够修理 能够看守的时候 这修理看守 我如果做得好 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透过身体的劳动 跟我服侍大家 然后我能够透过 这样的生命见证 成为那个负责 而且我心里面充满着平安 没有觉得烦 没有觉得不舒服 那我们就会导致生命的放下 然后生命就成长 然后等到这件事情 好了 有一点像约瑟 在波迪法的家 好了 神就把他放进监狱 好 他要重新劳动服侍 他要重新学习管理 好 他好了 神就把他放到埃及宰相的位置 我必须跟大家讲 好了以后并不代表结束了 好了以后 是另外一个更大的管理的开始 所以这样子 我们就明白 当我们在讲家的时候 家是 我们的神以爱为本的 因为我们的神就是爱 家是神 他的旨意 要设立的 但是呢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管理的学习 他要把我们放在家的里面 是要来学习我们这个人生命的管理 我在讲 你要来放下 一定要修理看守 就是你要 你我要劳动服侍 我们要做一些劳苦 而且服侍大家的工作 然后呢 我们慢慢取得 不论先生太太 父母亲 儿女 取得他们 所以我们一起来学 我真牧师已经跟你们讲过 不是说我今天讲完了 我就学会了 保罗自己都说 我不是以为 觉得自己已经得着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 向着标杆直跑 其实保罗自己也明白 他很多的教导 他有可能在生命里面 是有一些事情 还是需要更进步的 好 那我们就来看 我们的主怎么做 我们的主 首先在二章十八节 在亚当受造的时候 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 弟兄姐妹 这个很特别 为什么神会造一个人 独居不好呢 他不是说他不好 他是说他独居不好 这样知道了 不是说这个人不好 是说这个人独居的 这件事情不好 也就是说 当亚当在伊甸园里面 做管理的时候 他没有做的不好 他做的非常的好 可是到现在 二章十八节 创世纪二章十八节 神要给他更进步了 所以神就跟他讲 那人独居不好 为什么呢 这段话很重要 在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 二十八节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 造人 乃是造他的形象 造男造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这句话里面 是结合着 人被造了 因为你可以看见 神就造着 已经造了 所以等到到二章七节的时候 造亚当下话的时候 这个是跟着那一段圣经 就是说 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 二十八节 是跟着 创世纪二章七节开始的 好 神要造男造女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就发生了 神要 男与你 他们怎么样 神说 要 协同管理 一个配偶 来帮助他 这件事情 这个配偶 圣经原文的意思 是一个在他面前 匹配他 对等的人 所以 千万不要觉得 在家里面 谁高 谁低 或者说 先生做头 妻子做身体 所以先生高 妻子低 其实不是 他的整个概念上 不是这样 他是用身体的概念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 左手右脚 你要哪一个 哪一个可以被砍 其实都重要 我们怎么会希望被砍掉呢 所以这里面是对等的 他只是位置不同 但并不是说 他们谁高 谁低 所以他是对等的 虽然他是一个帮助他的 但是对等的 然后呢 协同管理 要一起来管理 学习管理的功课 为着这样子 一个他 有一个协同管理的可能 所以圣经讲 独居不好 为什么呢 请注意 圣经上讲 我们要生养众多 好 生养就进入了家庭的概念 对不对 生养众多 就不可能独居了嘛 你就必须结婚啊 然后呢 神对他们说 请注意 神不是对亚当说 神是对他们说 当要治理这地的时候 就要学习跟别人一起来管理 那这里面 管理自己很容易 管理跟别人一起管理 难不难 难啊 但是要注意 我们从个人的学习 亚当 本来自己在管一点圆 他在管 管得很好 但是神对他讲 你独居不好 所以神要他管理 这时候 我们看见他管理的方式 要改变了 神在这里面 整个家的创造 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神要我们来学 协同管理 因为神的目的是要我们 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然后我们才可以治理这地 这样子 我们就看见 当神透过亚当 透过夏娃 组成家庭的时候 其实家有个目的 是要协同管理 这样子的概念出现了以后 我们就知道 在圣经中所说的家 是一个可以延伸后代 就生养众多 可以壮大扩展 可以遍满地面 然后达成治理这地 那神在设立这个家的时候 我们的神怎么做呢 我们的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那我刚讲了 他亚当要进一步学习管理 所以神就为他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 这个观念要出现了 到了刚才我们所念的是18节 到了20节 圣经又这样讲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看见了没 18节讲了 那人独居不好 20节讲了 好像这个人 这个亚当 他没有遇见人帮助他 他这里面强调的 其实是说 他缺少一个帮助他的人 他缺少一个帮助他 因此呢 我们这些已婚的弟兄 我们其实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你会觉得 你的太太 是一位 嫌内助帮助助助手吗 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去参加婚姻 座谈或者说家庭婚姻的一些那个 在谈的时候 我甚至听到别人跟我讲 他讲说 如果有下一辈子 我绝对不嫁给他 或者我绝对不娶他 我听过这样的话 如果下一辈子 我绝对不嫁他 我绝对不娶他 你知道吗 我们其实在很多的时候 那婚姻之间的关系 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先把前提放前面 什么前提呢 我们不要忘了 这句话 耶和华神说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 这个助手 是帮助的助手 而这个观念 是从我们的神 因为那个我不是自己 那是神的旨意 神为着使我们在 他将来永恒的旨意 学习管理的事上 不是一个人自我管理 而是我们跟别人 有协同管理 我们的神 就要我们 被放在一个环境 叫做家 而这个家的里头 他要让我们 不管是弟兄 不管是姐妹 我们在这个家的里面 要透过修理看守 操作劳苦 服侍众人 然后呢 可以管理 导致于我们这个人的生命 可以没有说 哎呀 我听到有弟兄姐妹 或者说有些 夫妻 他们彼此间控诉 我为他做多少多少 哎呀 我为他怎么样 劳苦 怎么样 我听到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 这个人根本没有安顿 没有休息 没有安静 简单的讲 耶稣说 凡劳苦 但重担的 可以到我这里来 也就是说 这个人没有到 耶稣的面前 他只是诉苦 在这里面 我们的华人 其实有一个很好的 就是说 这是我的贤内住 其实这非常符合 圣经的观念 在这个观念里面 神怎么说呢 耶和华神是 亚当沉睡 他就睡了 于是取下 他的一条肋骨 又把肉缝合起来 耶和华神 就用那人身上 所取出来的肋骨 造成一个女人 引他到那人跟前 请注意 一条肋骨 一条女人 我们有一点点误会了 因为我们人身上 有十二对肋骨 二十四条 我们会说 哎呀 难怪很多人 有一夫多妻子啊 或者有什么 其实不是的 整个圣经上的概念 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确有很多肋骨 男人有十二对肋骨 二十四根肋骨 但圣经上有个字 用得很好 它叫合起来的 合起来 其实它里面就是禁闭 那这个字眼的意思就是说 当这根肋骨被拿出来以后 不可以再拿了 也就是说 神 只给我们一条肋骨 而且这条肋骨 拿了以后就被禁闭起来 不可以再取了 而取下这个肋骨的主 领他 到人的面前 都是耶和华神 所做的 所以他取 就是他做 然后他领 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了没 整个的婚姻 开始的时候 是他做 他取 因此 圣经才会讲说 神所配合的人 不可分开 是因为 神已经做了 神也取出一根肋骨了 每一个男人都不要想 我有24根肋骨 所以也许 这一根不适合我 来换下一根 不可能的 神的旨意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夫妻的概念 夫妻的观念 我们一定要先建立起来 确实的明白 一个家的建立 他是神开始的 神做 然后神引导的 所以家是神的起源 神自己是三而一的真神 所以他父爱子 那这个 所以神就是爱 在这个爱的环境底下 神自己的家 不用建立 因为他本来就在那边 但是他是我们家的起源 那我们的家 如果起源了以后 最多要谈的是爱 所以家开始的内容 是一个按照神的形象 按照神样式所造的亚当 由这个亚当 他取出 然后缝合 镜子再取的一根肋骨 造成了帮助他的下瓦 所以圣经上强调的 取下他的一条肋骨 然后缝合起来 然后神用这个肋骨造成 这个亚当需要帮助的女人 这里面其实圣经在告诉我们 女人不是别人 女人是自己原有的一部分 最近在跟一些弟兄姐妹 我们在谈的时候 我特别谈到说 夫妻二人成为一体 那我跟他们讲的时候 我说夫妻 圆为一 那其实就是从这里的观念来的 也就是说亚当 他不是神用另外的泥土造了另外一个下瓦 不是的 而是亚当自己的一条肋骨 所以原则上我们可以用这样来看 下瓦是自己生命的 原有的一部分 或者我们应该讲 下瓦是亚当生命中缺少的那一部分 我们到现在我们这些夫妻们 我们其实都有一个看法 那个看法就是说 的确我先生我太太跟我一点都不一样 我爱讲话他不讲话 我急他慢 他思虑的很多 我是大喇喇的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弟兄姐妹来看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子合在一起的 那这个真理 只要是你自己找的 基本上都比较接近这个真理 如果是父母 父母没说之言的 就比较不是 因为这个真理我比较 推在于说 我们自由恋爱 我可以去找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在自己找的时候 就会这样子找 怎么找呢 实际上有一个很奇妙的一种感觉 那个就是说 人在婚前里面 我们欣赏对方的那个欣赏 常常是自己没有的一部分 好 我很强势主导 我非常的喜欢讲话 我就喜欢那种安静 然后思想细密 然后非常会做人的女孩子 很安静娴熟 可是如果我是一个很安静 非常思想细密的人 我就看不惯那个这么安静的人 我觉得他 我不喜欢他 我喜欢那个 哎呀很爱表现 什么东西都强出头 虽然有时候我觉得他有点无厘头 但是我就是喜欢他 所以你知道人在结婚之前啊 我们往往其实欣赏的是 我自己没有的那一部分 但曾几何时我们结婚以后 我们最受不了的就是对方那一部分 不是这样子吗 一个结婚期的丈夫 娶了一个慢慢的太太 或者一个非常急的太太 每一次都守时的 他每一次不守时的这个太太 原因就是因为他丈夫太慢了 所以就是这样啊 也就是说原来欣赏的那一部分 结完婚以后 就是自己最讨厌 最受不了的那一部分 你知道很多人讲说 神为什么把你造的这么笨 又这么美丽 这个不是我讲的 这个是科学家霍金 已经过世 这个霍金他讲的 他说神为什么把你造的这么美丽 又这么笨 而且他自己讲 女人是他生命中最大的奥秘 神秘 因为比他明白黑洞 但他从不了解女人 看见了没 然后那个他太太就跟他讲 我长得漂亮 你才会爱我 我笨才会嫁给你 所以你看见了没 这到底是什么道理 他到底又代表什么 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家是要产生神的见证的 那个见证是我们要照着神的形象 按着神的样式照 因此我们要来代表神 家的整个结合性的管理 他其实为的是代表神 意思就是说 别人可以从我们身上来认识神 这是家 也是人的见证 也是家的见证 请注意 我们讲的神是三而一 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的神 是不是 那在这三位一体 什么意思呢 三位一体 其实因为人可以代表神 这是圣经说的 不是我说的 是圣经说 我们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照的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 可以某一部分来代表神的 而当夫妻关系 讲这个关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知道 三一神他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 其实我们讲二人怎么样 答案很清楚 二人成为一体 圣经说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这边看见 原来当夫妻之间的那个关系 用爱做中心 彼此间 他们其实是性格互相互补的 互相互补的 有很多的不像 虽然有一些接近 你说哎呀牧师啊 你就错了 我们家的夫妻两个人 结婚这么多年了 连我们走出去 人家都觉得我们两个 是有夫妻脸 以前是不像 现在蛮像的 是的 我感谢主 但是弟兄姐妹 我只是说你像 可能是两个人 因为吃东西 运动的方式 过的生活 已经三四十年 四五十年了 怎么会不像呢 后来越来越像了 身材也像 脸也像 可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我们知不知道 我们这二人成为一体的概念 不是那个像 而是我们彰显了什么 圣经上 其实在告诉我们 当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 我们生命的学习 那个功课很重要 有什么重要呢 因为当神把你的配偶 匹配的这个人赐给亚当 夏娃赐给亚当 这两个人 怎么成为一体呢 其实难不难 我告诉你 你的答案一定跟我一样 难啊 容不容易 答案一定一样 不容易 夫妻相处哪有容易的 非常难 因为当我自己在选择 欣赏他 而娶他 嫁他的时候 你知道结完婚以后 那个磨人磨心 那神为什么要把这么难的功课 摆在我们里面呢 请注意 因为这个不同 但是位格对等的个体 他们要成为一体的时候 他之间的那个学习 就是人效法三一神的过程 所以家的见证 是三一神的见证 我们效法基督 是我效法耶稣的 那个生命的见证 所以圣经 才会一直强调于 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因着这一句话 你知道有多少人 多少基督徒结婚 几十年 他们不敢离婚 其实他们想不想离婚 想离婚的不得了 为什么 因为太难了 但是呢 如果一个人知道 神把这么不同的双方 放在一起 合成一个家的时候 一个人 他的生命管理 要尽于完全 成熟 那么家 实在是一个 神给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功课的场合 有一点像伊甸园 这也就是为什么 保罗告诉我们 人若不知道 管理自己的家 也能照管 神的教诲呢 所以当我们 这个人 是按照神的形象 和样式 照的时候 神要使我们管理 我们要从一个人管理 到协同事的管理 到彼此认知的管理 每一次觉得劳苦重担的时候 请注意 我们应该有安息 而没有安息 我们就要回到基督的里面 学习用服事 学习用劳动 然后使我们的心 得到安息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神的安置 是神形成设立这个家 不是我想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 是神的安排 而神安排 我们这个地上的家的时候 他是为了 使我们这个人 从永远到永远 我们可以 具备有神的形象 和样式去管理 然后我们就可以学习 而这个学习的中间 请注意 自我的管理不伟大 协同的管理 那个协同的管理 是今天教会面对的问题 是家面对的问题 是这个国家面对的问题 是这个社会面对的问题 是公司面对的问题 不是吗 一个人管理多容易啊 但是协同的管理多难 所以家是学习的开始 而这个学习 我们一起来用 就是学习 让爱成熟 神就是爱 当我们爱越成熟的时候 圣经就告诉我们 这就是所谓的 恶人一体的见证 那我现在就要分享到这一边 我盼望弟兄姐妹 可以来